上進行搶劫錢財縱火殺人並毀傳的犯罪事實 現在公安機關正在繼續抓緊對此案進行審查 不過報道並沒有說到被捕三人的身份 我們打電話到杭州市公安局 詳問有關的消息時 接近人員說負責人全部去了現場 沒有任何負責人在了 沒有他們都到現場去了 今次是中國官方首次承認千島湖事件 是劫殺同眾火案 不過浙江省對台辦官員 在今個月4日接受我們電話訪問時就說 由於海瑞號上面的死者身上仍然有財物 所以相信當日他們並不是預劫 如果謀財害命的話 那些船員也不可能都在裡頭 那些船員都在裡頭 船上32個人全部都在裡頭 這是經過證實的 就是說這些遊客手上戴的戒指都還在手上 浙江省公安部門 今日證實這宗是劫殺中火案之後 也沒有解釋為何這種慘劇揭發之後 死者身上的財物並沒有被劫走 亞洲電視記者周清華報導 在台灣海基會和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稍後會開會 討論大陸官方公布有關千島湖事件的一些資料 他們要求大陸方面進一步公開整個慘劇的真相 而台灣一項民意調查就發現自從發生千島湖慘劇之後 支持台灣獨立的人是多了 這次是台灣一個民間組織自從上個月底發生千島湖事件之後進行的民意調查 調查發現很多居民都不滿意大陸處理千島湖事件的手法 他們認為大陸不關心台灣民眾 另外超過七成的被訪者更加認為大陸當局敵視台灣 這項調查一共訪問了一千零十一個台灣居民 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二十七的被訪者支持台灣獨立 而在對上一次所做的同類調查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被訪者支持台獨 而反對台灣獨立的人在今次調查也都減少了大約百分之九 在台灣張法院多個民間團體今天上街遊行 抗議大陸當局不向死者家屬交代事件的真相 而台灣官方就會在明天起 暫停兩岸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活動 台灣海紀會副秘書長石齊平說 台灣各界都很關注千島湖慘劇的真相 最後的一個真相還是要由中共官方做一個最完整的 一個相似的公布 那麼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 來自於中共官方對這個案情調查結果的一個公布 他又說希望儘快和大陸海協會開會討論千島湖事件 和日後怎樣去保障兩岸人員的人身安全 亞洲電視記者黎陶報道 超過一千個市民參加遊行集會 要求中國立即釋放明報記者植讓 以及修改法例保護新聞自由 而明報員工星期二會開會研究下一步 怎樣拯救植讓 鄧景輝報導 由超過一百個團體組成的拯救植讓行動組織 首先在中區遮打花園集合 接著遊行去灣仔新華社 大約一千一百個參加者當中 包括新聞工作者 立法局議員 民間團體成員和市民 遊行隊在沿途一邊走一邊叫市民參加他們的行列 他們又叫口號 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植讓 立即釋放植讓 尊重新聞自由 尊重新聞自由 部分參加遊行的市民說 他們不滿中國當局秘密審訊植讓 並且抗議中國的司法制度不公正 如果是證美經審訊 然後那麼快便終審 我覺得是原住